indefinite 疫情令亲子的衝突增加 尤其家� была过度活跃症的孩子 其实大家真的有这么大的冲突 公园也封了 什么东西也封了 其实大家都是困兽斗 不止心情受影响 以色列有研究指出 过度活跃症患者 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比较高 跟人们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因为冲动的情况 而是可能执行上有一个困难在 家长一路唱歌的时候 和他们一路去做那个动作 他们就会进入牢 以后就像自动波那样会做这些 要帮这帮小朋友应对疫情 首要的是做好沟通 这一集一起看下 Yan的儿子Ken今年独中一 不要看他坐定定上网货那么乖 他患有专注力不足和过度活跃症 即是ADHD 不过疫情下上网货 他反而爱上上学 他不需要按规矩做事 因为你穿睡衣也可以 穿睡衣上zoom也可以 头不弄英俊也可以 随时去厕所 随时拿着饼子一路上zoom吃东西都可以 他是享受的 所以一到没有zoom的时候 然后有一段时间 五月开始不需要zoom 是face to face 什么时候可以zoom回来呢 我说如果zoom世界就大乱了 你不要恨这些东西 Ken小学二年级时 确诊专注力不足和过度活跃症 这个病令Ken比其他小朋友更难守规矩 我们两年前访问过他们 当时Yan说 不时都会收到老师的投诉电话 人家发问题要举手 他又没有做这些动作 可能就这样说了 突然教一教书我想去厕所 或者他自己走了去厕所 主要是经常去厕所 他说曾经打过电话给我 其实他是不是肾有问题呢 为什么一堂里面 会去两次厕所 或者三次厕所呢 其实很大压力 真的很大压力 平时要这群小朋友守规矩 已经一点都不容易 疫情下更加多一份担心 怕他们跟不上防疫规则 幸好Ken本身就喜欢干净 让Yan在防疫方面可以放心一点 有些人不少 远摸东西 一摸他我就已经 或者触摸口罩 一手触摸口罩 我都叫他用搓手液 不过我这个儿子 他纸巾搓手液 口罩那些东西 全部戴雙倍的 他自动摸自己戴雙倍 他老实说 我们家里都清洁的和干净 就是小小骯髒 他自己都个人不太喜欢 所以这种我就觉得 他是性格来的 我们大脑的前厄业 负责调节专注力 记忆以及执行能力 以大脑神经细胞之间要沟通 就会透过神经传导物质 其中包括多巴胺 和虚夹肾上线素 当这两种传递物质失衡时 我们就会容易受到外界刺激而分心 或者已有冲动行为 导致专注力不足以及过度回忆症 根据以色列一项研究发现 广想专注力不足以及过度活跃性的人 感染新冠病毒风险 比其他人高 比例大约是1.6比1 张静平说 其中一个原因 正正是这些患者 较难遵守防疫规则 例如我们要求他们 可能要跟别人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也要减少跟别人的碰触 也需要勤洗手、戴口罩等 因为它冲动的情况 而是可能在执行上 有一个困难在 也有时 例如我们真的去到商场 或者去到街上去看的时候 有时要真的ADHD的个案 例如他们可能很冲动地去按摩 或者去摸摸其他东西的时候 家长真的未必可以 即时制止他们 除了容易感染的风险 以色列的研究也指出 专注力不足 以及过度活跃症患者 感染新冠病毒后 也比较容易有严重症状 原来要像Ken那样 好好地洗手 也不是每个患者做得到 我们去看这个小孩 其实他做得很好 无论是他在洗手的时间 又或者是洗手的方法 其实看到他也是做得比较理想的 其实对比起 如果真的 那些情况 比较控制得不太好的小孩 他可能只是洗两洗 就已经是 关了水喉 受到没抹肝 就已经是离开那个升盘 搞到周围都湿了 那些情况 就会是 当然 无论是对家居的环境 或者对于我们去到 避免感染的新冠肺炎 都是有影响在 现时患者可以食药改善症状 而意识列研究更加指出 已经接受治疗的专注力不足 以及过度活跃症患者 感染风险会减到 跟平常人差不多 通过去调节 他们脑部里面的一些传体物质 包括多巴胺 或者去甲肠上腺素 减少他们的冲动行为 令他们可以坐得比较定 以及提升他们的专注程度 换言之 如果他们这方面的精装 控制得比较好的时候 自然他们在遵守 防疫的措施上 也会比较容易做得到 Ken现在也有吃药 Yan初期也担心 儿子吃药后 会不会有副作用 但忧虑都已经迎刃而解 吃药后 大概两个月左右 他那个变化很大 又本身活跃能力 比之前好 稳定了 没有跳得那么厉害 所以我觉得吃药 对他来说好的 会比较多副作用 除了吃药 Yan王还找到一个方法 帮儿子订下来 这个秘诀竟然是做家务 最初真的是很简单的东西 可能洗好冲 然后剪一下 像剪炉作一样 他越做就越开心 回来就问我一句 他会说 妈妈有没有家务帮你做 我已经没有洗米很久了 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例如检疫或者洗衣疫 都是他们帮他全部做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大了 成熟了 大人 那也行 原来世界多地都有研究显示 鼓励儿童做家务 有助他们未来发展 尤其是对于专注力不足 以及过度活跃症的儿童 做家务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 增加自信心 因为很多时候上网课 他们很难 所以有时可能未必 有很大的成功感和满足感 如果他可以做一些家务 每次做一件事 可以帮助他们去训练他的专注力 以及他觉得自己是有用 这件事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去做的事 而且他们每一次做完之后 我们去奖励他 给他一些赞赏 让他知道他去做这件事 其实是有用 以及他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他会更加有动力去做 想和患者好好地沟通 让他们记得各种规矩 除了像平时般说道理 黄佩琳还有一个小提示 就是试试唱出来 超过一半专注力不足 以及过度活跃症患者 同时患有情绪病 包括焦虑症和抑鬱症等 黄佩琳建议 家长要为子女做好期望管理 家长可以帮小朋友制作一个时间表 知道每一天 其实是什么时间去做 他有个时间表 有个结构 他可以跟着去做 所以令到他们的焦虑 其实都会减少 如果他商量了之后 他自己说出来的时候 可能他去跟这个计划去做 那个动力更加大 好好照顾子女之余 家长都千万不要忘记自己 家长除了照小朋友的时间 其实都可以有自己的私人时间 因为如果整天只做了一件事 真的很辛苦 和很大压力 有些me time 有些自己的时间 做一些开心的事 例如有些兴趣 有些嗜好 都可以去做 下一节回来 会有中医讲解 如何避免幻想专注力不足 以及过度活跃症 儿童躁动不安 讲健康讲是非 就会和大家看下 咖啡提神的是与非 日常生活 很多细节都和健康有关 不说你不懂 一说又好像会 到底会不会 这个月跟你说健康 说是非 不少人的美好早晨 都是由一杯咖啡开始 贪他救提神 而近年也兴起喝抹茶 不只说他提神 还可以养生 全民说 古代佛教僧累冥想 都是靠了他 那究竟抹茶或者咖啡 哪个提神效果更好呢 大家一起想五秒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择呢 通常概念是咖啡多 为什么呢? 有没有说哪一种咖啡特别醒神 有没有 我喜欢喝阿米卡路 可能甘香一点 因为很多人都说咖啡 是上班的神器 如果你硬睡觉 喝杯咖啡就可以了 所以… 因为我平时上学 也有时候硬睡 喝一杯咖啡就可以了 咖啡 因为… 没有茶对我没什么作用 喝咖啡通常都会醒神一点 我喜欢喝咖啡 和喝咖啡 鸡精 我以前早上到起床 就会使用鸡精 其实两种饮品的提神效用 主要是源自于咖啡因 一般咖啡类的饮品 咖啡因含量 都会比起整体茶类膏 它的提神效用都会相对比较显著 作个例子 一杯大概240毫升的滴漏式咖啡 里面就会有大概100毫克的咖啡因 相等于两至三杯的清茶类 例如抹茶、红茶和绿茶等等 我们之所以会眼睡 原来是一种称为 鲜金的催眠物质作怪 而咖啡因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粉剂 分子结构和鲜金相似 当咖啡因进入我们的身体 就会好像搬椅子那样 霸佔了线金和神经细胞接合的位置 线金发挥不了催眠作用 自自然然就不会那么眼睡 但原来也有有效期的 其实咖啡因一般会在服用了 15分钟至2个钟之内 达到最佳的提神效用 但期间我们的身体 其实继续分泌这些线金 所以当咖啡因抑制这些物质期间 其实堆积下来的分量 就会令到我们经常会发现 喝了咖啡一两个钟之后 会突然变得很硬分 就是这样解释 除了咖啡因 有人说抹茶当中含有的茶氨酸 都有了提升专注力 那又是否真的呢 茶氨酸 其实是一种茶和菇菌类独有的氨基酸 它本身没有直接提神的功效 但它会有助去调节多种神经低质和 荷尔蒙的水平 也有研究发现 单比起这样摄取咖啡因 其实一个茶氨酸和咖啡因的组合 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大佬 在校长时间里面有好的反应 专注力、记忆力 甚至是在一个高压情况的工作表现 不过常常喝咖啡等提神 很容易就会变得依赖 喝少了一天 状态马上掉了 但你又知道咖啡喝得多 原来会影响身体对矿物质的吸收 接下来五秒大家一起猜猜 会影响构成骨骼的钙质 还是制造血红素的铁质吗 听听他们如何选择 我有听过营养的那些说 是喝咖啡会流失丐 跟电板人不懂 如果它强烈令自己提神 可能会令身体叹叹 有反应 那可能钙质能否吸收那么多 因为可能我爸爸小时候就说 小孩子不要喝那么多咖啡 可能会影响那些快的长大 那些 我就可以选择钙质 其实咖啡和茶本身的成分 就不会影响我们长度去吸收钙质 但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特性 如果喝得太多 那我们身体内的钙质 就会大量经过尿液流失 至于铁质 因为咖啡和茶类同时都会含有 另外一种叫丹宁酸的物质 丹宁酸会妨碍我们长度 吸收食物里面的铁质 久而久之都有可能 会造成铁性的贫血 他建议可以在吃饭前后一两个小时 才喝咖啡或者茶 避免影响吸收 又提醒 喝咖啡又可能加剧胃酸倒流 所以有这个问题的人 最好尽量避免兇肚喝咖啡 其实我们腸胃对咖啡的内受程度 的确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咖啡因有轻微舒缓 我们胃部神经 令到它有些少松弛的情况 可以多些留意自己的症状 例如胃却、热、胸痛等等 会不会在喝完咖啡之后特别明显 综合各地研究建议 普通成年人每人每日不应该摄取 多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即是大约一杯二色浓缩咖啡 或者七至八杯清茶的份量 不过说到底 咖啡因只能够暂时抑制岁月 最重要都是睡觉休息 咖啡因一般会在成年人的身体滞留 高达甚至十个小时那么长 所以如果你喝的份量太多 又或者太晚喝的话 有可能会令你夜晚睡得不好 第二没有精神再依赖咖啡因 正正令你越来越累的循环开始 如果你经常发现自己睡不够 没有精神的话 可以留意 看看有没有需要去控制你 喝这些咖啡因饮料的份量和时间 以免为了提神 反而就懂得起饭了 心者 君主之观也 神明出现 中医角度认为 儿童处于法育时期 容易有阴虚阳抗的情况 导致躁动不安 出现过度活跃 尤其是肝肾阴虚 心脾两虚 以及痰火内妖痒的儿童 就要特别注意 可能他们容易手心 脚心都是发热的 手汗比较多 面色比较红一些 可能看他的舌胎 舌胎比较红 胎胎比较少 很容易叫口干 家长可以留意到 有时他们的呼吸声 会带有一些痰声 看他的舌胎 舌胎比较厚 甚至是大黄 治疗方面 中医说中医可以达到 平肝潜阳 安神定治的作用 另外也会针灸头的一些穴位 刺激经络 调整阴阳 帮助儿童稳定情绪 改善集中力和记忆力 就是百会 再加上四神聪 总共五个穴位 其实会有一个刺激头部 气血的运行 达到一个醒脑开窍的目的 另外就是在额头前方 就会有一个神庭的穴位 其实同样也是有一个刺激 就是头部的一个作用 有一个就是安神定治的作用 中医又说 儿童饮食稍有不顺 容易出现即激情况 加重过度活跃症患者的病情 建议他们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 还要留意排便情况 很多时候他们容易大便不通 或者有便秘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应该要 就是可能增加喝水的次数 进食多些就是帮助排便的疏果 另外可以帮小朋友 在腹部顺时针地按摩 刺激这个长度的愚动 就是有效预防便秘的发生 节目完结之前 为大家推荐一款消食杜制荒 有即激化热的功效 可以改善口气重 胃口不佳 以及大便不通或者酸臭质烂的情况 của каждый 发生了 的装甲 从日本尽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